刚才很多提到跟社会局有关的部分 其实有几点 我想先说明一下 公营住宅不是我们的平价住宅 公营住宅是提供给市民 譬如说是青年人他们来居住 那只是其中会有十分之一 是我们的弱势的族群 那做弱势的族群呢 社会局会提供他们这些服务 但是不是整栋的人 都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原来的低收入户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另外第二个就说 在现在这个土地里面的社会福利设施 我们还是延续我们以前广赤博爱院 因为在座各位对这里有感情 那我记得我来这里也开过座谈会 因为各位可能也见过我 我对广赤博爱院也有感情 因为我在那边有服务过 那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在座各位有提到说 愿意到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去当志工 我个人很感佩 我们将来这社福设施的这一块 你在社会局的立场呢 我们会提供给老人身心障碍者 那另外还有一些社区的支持性的 一些设施服务工作 设施的一些设施设备 所以刚才所提的这个 图书馆是会放进来了 那规模多大呢 那个还要进一步的 这个细部规划设计 那里民活动中心 就是市民的活动中心 我们也放进来 因为我们本来就觉得说 社会福利设施 必须要跟居民是融合的 我们不希望把我们所谓的 弱势族群标签化 隔离化 让它变成一个孤岛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关心他们 它也融合在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将原来的广池博爱 有老人安养 将来也会有老人安养 原来有老人养护 将来也会有老人养护 那我们还特别重视 所谓的初级预防 就是它还会很老 它是身心障碍者 刚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复健的精华期 或者是延防照顾的重要的时段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提供做一些 这个重建跟预防的工作 那各位所了解到 我们脱婴中心将来很夯 现在很夯 那这里呢 我们也会规划 脱婴 亲子 妇女 还有我们的社会工作员的福利服务设施 就是说 我原来希望在 广池的精神 不但延续下去 我还要因应时代变圈 包括高龄化 少子化 还有我们如何在这里 打造一个很温馨的 大家可以互动的一个原地 因为它旁边还有公园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福利机构的孤岛 它是可以大家走出去 大家可以走进来 所以我刚才很感动 有人提到说 将来盖好了以后 可以来这里做志工 我真的非常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台北市 就是需要更多人来做志工 因为志工不单是可以 我们在打造影法的长青力 在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如果你们愿意发挥一个长青力 那我觉得不单是自己 可以过得很快乐 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那这个地方呢 将来我们会有这些老人 身心障害 还有福利服务设施 图书馆 区民活动中心 目前初步都规划放进去 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今天是都市计划的一个说明会 那接下来 说明会以后 各位的意见 我想我们的都方局 大概会带过去 凡事的案子 我们都一定会照程序走 因为他大概讲完了以后 各位的意见纳进来以后 社会福利设施 仍然要经过 我们的西部设计 西部设计以后 该还庭的 该素保的 该都市设计审议的程序 一个也都不能跑 不能扫掉 我们会包包在里面 我想我就简单的 以社会局的立场 再次谢谢各位 对广池这样浓厚的爱意 那我们也很希望 将来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 我们广池不爱愿 当初在的东西 我们现在全部都打包好了 放在我们的浩然进导院 我们将来会有个广池的陈列室 我们要告诉后代的孩子们 这个地方曾经是怎么样的面貌 现在是怎么样的面貌 因为那是一个传承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感恩 那我们也社会局 广池不爱愿拆掉了 我们长辈也到各个地方去 我们衷心的期待 他真的可以重新的再 用一个很新的面貌 呈现出来 我们社会局会继续努力了 也很请各位继续支持 社会福利 谢谢大家 对了 跟你报告一下 那两栋平宅 目前我们暂时是不猜的 但是各位可能有看到 我们最近已经有在做一些 绿美化跟维里师座的部分 工程大概是在下个礼拜一 可以完成 我们就是希望说 先把绿美化工程先做好 因为居民跟议员都有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包括是不是可以先做停车场 点点等 那我们市府的地方是比较希望 我们希望这个 就是我们社福地方 或者是整个园区的部分的动作是快一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目前的规划 我们那两栋平宅在证实还是不猜 那请各位支持 在路量一点上 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在施桌上再处理一下 谢谢 那围离是不是可以先拆掉 好那么我们台上的台北市政的独发局以及社会局的代表 还有我们台下的大道理的林寿常理长 曾传达理长 还有我们蔡贵经理长 跟现场在座所有的好邻居 大家 大家晚安 那我想 这个养动福德平宅 我们在议会里边 是要求他要把它拆除 是要求他要把它拆除 但台北市的市长 我们郝农兵市长 并不表示说要即刻拆除 我们对这个东西是还在角力中 那么至于围墙的部分是 我跟蔡贵经理长在一个多月之前 我们就到现场的会看 后来我在部门执行和总执行的时候 要求社会局局长跟郝农兵市长 必须就针对这个问题先进把它来拆除 那拆除之后应该要做部分的立化跟美化 我想这个近期可以看得到的问题 那在长城的话 我认为这个广池博外延期 在要记理真正要开花的时间 开花或者开花的时间 起码可能要两年的时间 那我们就很多的这个旧的建筑基地 我们市政府都鼓励人家就是 就是临时性的公园 那临时性的公园就可以创造了很多的立地跟停车空间 所以我们认为 社会局跟杜瓦局都应该还是要本营你们的职务上 再次的告诉你们的主政单位 应该是先拆台北市政府就怕吃亏 他说如果我现在拆掉 以后标到了这个案的人等于说你帮他带拆的 那你就市政府就花了钱去拆 其实要拆那个钱 我们在这次的总预算当中也下过探数 希望他在今年把它拆 拆那个要多少钱 那个六百万到八百万当中 其实市府的二倍金来花都绝对不是问题 把它拆除再把它部分的立化跟美化再把它弄好来 那台北市政府就斤斤计较说这个六百八百千花了 以后标到案的人等于替他代偿 我们代付了 所以市政府算真好计较一倍了 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因为蔡国经理长也非常的在意这个问题 他一直跟我们讲 他说拆掉好不好 其实我个人看法拆掉绝对是好 因为将来是一定要拆的 将来是一定要拆 那我们今天先代拆的 代拆的费用 我们在以后得标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货款 把这个 这个代 等于说代偿 我们是先代付 以后他要向我们支付 如果我们的 压这个得标的这个金额 我们要付出这一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拆 也没有损失了 这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第一点 福德拼宅应该先来讲我们的主张 那这样子对大家来讲 起码两年之内斗了一个立地 不管他要多久 起码两年之内 那刚刚蔡国经理长提到了 就是拼宅的问题就是 过去我们叫做福德拼宅 我们叫广赐伯安院 那依照比较先进国家 他们是这么说 如果把敌受住的集中在一起管理 是好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 是要见仁见智 我的意思是说 广赐伯安院在这里给人家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是那是一个老人院 那是一个好像就是专门 一搜入的这种搜留所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的国家也进步了 我们应该说 在地安养 在地照顾 在地服务 也就是说 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第一搜都集中到这里来 不一定要把老人都全部集中到这里来 这里的社会福利措施用地 一样保留 但是可以转化为不同样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样子的话对当地来讲 对在地来讲是一个正面的表述 就是我们将来不是告别贫穷 不是告别贫民窟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将来对这个地方 大家会感觉生活的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支持蔡贵卫青里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市政府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第一搜都把它纳进来 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 因为这样子只能够让这里越来越低搜 我们让第一搜成在地安养 跟在地来救养 这是比较好的制度 那这里的社会福利措施用地 我们可以转换为其他的 我想这里很多里民的信息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游览车的问题 蔡贵卫青里长为了这个问题 跟我们在座的大道理里长跟征传达里长 他们都所当其冲 他们认为说有了游览车进来 可能以后一步两步都没有关系 但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性 他们担心的就是以后 就是都是大巴士进进出出 大巴士进进出出 那这样一个情况之后 会不会因为这样造成这里交通的冲击 那我们要那些大巴士的停车空间 主要是要给什么人上下车 什么人要搭大巴士来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 我们都不需要大巴士 结果我们开了大巴士的停车场 那不就意味告诉我们说 这里就成为大巴士的集中场吗 那这个大巴士的集中场 就会干扰到整个西路六段 整个大道路 整个中波南路的交通的冲击 实际上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古老 是说一定要把它纳进来吗 纳进来之后以后的车流 跟大车出路 是不是我们有能力来负荷 这是交通环境评估里面的 应该要把它列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我想这是一个良心的事业 今天大家在做 我们今天没有想到没有做 以后大楼盖好就来不及 因为当时 在做这个 你们意见沟通的时候 你们都不表示意见 你们都说事不关己 你说我没关 那今天人家做了 你就讲说当时我们有公告越南 我们有公斩 是你们不表示意见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我记得还是再次的 我想我能够帮很多人把你们心里的话讲出来 是因为我收集到很多的意见 最后再会来 我们认为社会福利设施的用地 跟商业用地 以及供应用地跟道路用地 必须要起得相当程度的平衡 也就是社会福利用地 它本来就是社会福利用地 我们没有得商量 但这个没有得商量就是以后 因为比较先进的 电梯的 做得比较完整的 救护车直接到地销是怎么样 它可能对路面的交通不会造成冲击 我想这设计要好 但是大家在考量的一个就是商业设施的用地 如果够大 商业设施的土地 或者建物如果过多 那是不是有一种失交的感觉 就本来社会福利用地 结果后来变成是商业用地 那我想在这个前任比较之下 所重所轻 我们希望主政当中 尤其是多阿吉应该去想 大家现在都在想 好不容易有这个地 那么台北市政府就是要开花开花开花 就是把你开花得漂亮 那这个是商业利益 这个是商业利益 那你没有想到说 如果多留一些空地 在这边方圆 大概有十个里以上的人 他们就是共同的 共同的休息的地方 就像大安森林公园一样 它就是一个全台北市 一个很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我想 有一句话讲 我们可以停止 晃慢进步的角度 晃慢进步的角度 但是我们愿意换得 这个社区 这个地方 以后一百年永续的经验 我这样的看我 大家说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晃慢 城市 是进步的空间跟角度 但是希望晃慢这一点 也是要换得 因为这个土地上 永远世世代代 在这里寄住生活的人 都能够有一片 南天也有利地 也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我想这是一个很高兴的 今天需要点醒我们大家 我知道 你开花一定有利益 你开花一定会为市政府 赚进更多的事故 当然不是赚进郝隆宾的口袋 也不是赚进郝隆宾的口袋 不过就是 这讲起来是 签名公正